同样是腾讯旗下的产品 Mac版的QQ用快捷键Command加N就能双开 而微信就只能打开一个非常的不方便 有些爱琢磨的人在微信的目录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个机会 只要把这个WeChat图标双击一下 就能像QQ一样再打开一个微信 但这样做有一个问题 在打开第二个微信的同时 还会伴随运行的一个终端窗口 如果你要把这个黑乎乎的窗口退出 那么第二个打开的微信也就跟着退出了 在2021年的6月 有位博主摸索出了更加成熟的解决方案 既能双开微信 还没有终端窗口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奇妙操作 首先进入启动台 打开其他文件夹 点击这个叫做自动操作的机器人 选择新建文稿 选择文稿类型为应用程序 然后在左侧找到使用工具 运行share脚本 双击或者将它拖着到右边 上面这个share类型用默认不管 然后将这段代码粘贴进去 如果你想知道这段代码的由来 可以看原创博主的创作思路 循序渐进很有意思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作用 其中的这一段 就是我们刚才制作提示的那个文件的路径 还是通过它来双开微信 而它前后那部分的作用 就是双开微信的时候 还可以关掉中端的窗口 保存文件 名称随便起 比如我将它命名为微信2 文件格式选择应用程序存储 接下来你在其中台里面 就能看见一个机器人的图标 再去点击它 就能打开第二个微信了 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教程 都把刚才那段命令的 最后一个符号给漏掉了 如果你漏掉 去点击刚才制作好的机器人图标 只会打开一个微信 再去点它就没反应了 而且你屏幕右上角菜单栏呢 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齿轮 在那转呀转的 分散人的注意力 要双开微信 就必须遵循顺序 先打开那个默认的 然后再去点击刚才制作的 非常不方便 而如果你用的是完整的命令行 没有漏掉最后一个符号 你就可以直接通过一个图标 点两次 就能开启两个微信窗口了 并且右上角也不会再出现齿轮 机器人的图标呢 还是有点出戏 给它换上微信的图标 会顺眼很多 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站 输入关键字WeChat 下载你喜欢的图标 Command加C拷贝 紧接着在仿达应用程序里面 找到那个机器人的图标 Command加I显示简介 选中左上角的它那个图标 Command加V粘贴 应用程序的图标就更换好了 关于微信双开 大家肯定会有安全的顾虑 但我介绍的这个方法呢 并不涉及任何插件 全都是在本机上操作 这么多年了 也没有谁收到过腾讯的警告 接下来遇到的几个问题 反而更影响使用 也是其他教授里面很少提到的 首先是消息通知 当你刷开以后 如果右上角弹出新的消息通知 是无法准确地唤醒的 就是说你可能会进入 没有收到消息的那个微信号里 其次是核盖休眠 比如你现在核盖休眠一晚上 可能会有一个微信被弹出 需要重新扫码登录 这两个微信之间呢 无法通过Kamand加波浪去切换 如果你很需要这个功能 可以进入台前调度的模式 就能激活Kamand加波浪的切换功能了 聊天记录呢 是跟随账户走的 同一个微信号 不论你是用原本的微信登录 还是通过第二个双开的微信登录 聊天记录呢 不会缺失 但是微信的截图功能 当你在双开的第二个微信里激活时 会提示没有权限 你可以根据提示前往设置 隐私与安全性 录屏与系统录音里面 开启微信2的录屏权限 重启软件以后呢 也许就能正常用了 如果还是不行 你需要做的是先退出微信 然后在同样的这个设置界面 选择微信2 点减号把它删除 然后再点加号 重新选择微信2 这样再进入微信 就能正常使用截图功能了 这部分的操作呢 我就不剪辑了 简单来说 这里有一个苹果的bug 点减号的时候 会发现点了没有反应 需要像我一样上下移动 然后再去点击它 那么点加号的时候呢 也会出问题 第一次可能会加到 下面的那个录音权限 而不是录屏与系统权限 滑到这里下 把那个录音的权限删掉 重新再加就好了 不光是这次的权限给的有问题 手动添加前缘线呢 都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修康 感谢你的收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